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过度依赖走索系统 渐渐失去自我的故事 走索依赖症 子涵是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为了准备毕业论文 现在天天泡在图书馆 他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 很是依赖走索隐形 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查找什么资料都要搜一搜 眼看女儿招毕业了 爸爸按捺不住 自己给子涵找关系 安排了一家公司 可是子涵却觉得没有必要 自己已经上网搜了很多大企业 而且爸爸托人潮的公司规模太小 自己还看不上 爸妈则是劝子涵少玩手机 别老是什么都上网搜索 小心得搜索依赖症 子涵却满不在乎 这天子涵想找一家书店买点参考书 偶然间发现了一家古旧的书店 书店门口张贴着店家的海报 这家书店自称有买独家的自动搜索仪 可以快速全面的搜索 子涵一看来了兴趣就进店询问 原来所谓的自动搜索仪就是一副眼睛 老板说别看的外观和普通眼睛一样 实际上搭载了搜索晶片 摄像头语音识别等各种黑科技 子涵戴上一看果真如老板所说 眼见的任何东西都能被自动搜索 而且只要输入个人信息 就可以形成普家的管理日志 而且目前全国只有这一副先到先得 子涵被说的特别心动 二话不说就买下了搜索仪 子涵发现眼睛极其好用 想喝奶友喝个咖啡询问搜索仪 就能立马查出附近的咖啡厅位置 搜索仪还帮助子涵 安排了面试毕生的各种方案 比如前去理发店 做一个更加成熟职业的发型 增加成功率 面对面试公司发的全英文的问卷 子涵也通过搜索仪 轻松看懂对答如流 整个面试过程 子涵表现得非常淡定和自信 立马被主管录取了 甚至连学校论文的演讲都大获成功 连教授都建议他把论文 发表到学术期干项 学业事业双丰收 子涵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个搜索仪了 但男友在我的高兴的同时 也建议他不要过度依赖搜索仪了 毕竟搜出来的东西都是别人整理好的 自己并没有参与 子涵却说他只是图个方便 干嘛那么叫真 爸妈也劝子涵 别依赖仪器 多用点脑子 可是此时的子涵已经被搜索仪带来的各种便利和好处 重困了头脑 什么也听不进去 这天子涵和男友打算一起出去吃饭 搜索仪就自动给出了最佳餐厅 可是这家餐厅和男友选的不一样 子涵刚想听男友的 脚却被像粘在了地上一样 摆不开步 搜索仪也一个正儿地警告子涵 遵循搜索结果 课堂上 子涵按照搜索结果写的论文实力不足 论点有点超前 撤到了教授的质问 搜索仪因为不允许别人反驳 所以没有给出答案 导致子涵回答不出教授的问题 只好顶撞教授 教授气得不打算让子涵通过毕业答辩 为了让自己顺利毕业 搜索仪建议子涵举报教授性骚扰 只要教授辞职了 自己也可以顺利毕业 同时搜索仪还建议子涵和男友分手 并主动给他配对了方圆百里的优质男性 提供了恋爱方案 子涵忙着听从搜索仪的指示 走路不干路 不小心摔一跤 可破了膝盖 子涵回到家后 按照搜索仪安排 六点吃饭 十点睡觉 睡觉时也舍不得把搜索仪栽下 第二天到了该起床的时间 妈妈前来叫醒子涵 可先开杯子一看 床上躺着的居然是一个人偶 妈妈被吓坏了 赶紧叫来了爸爸 爸爸以为是子涵的恶作剧 或者是他投溜出去玩了 不以为然 妈妈也松了一口气 两人随机转身去吃早餐了 可是他们忽略了 人偶膝盖上有和子涵一模一样的摔伤 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人们使用搜索隐形搜索 已是司空见惯的尝试 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然而不假思索就轻易相信搜索来的任何信息 也会让人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 所以永远不要放弃独立思考 一旦放弃 估计我们也将变成 影像片中你是自我的空壑人偶吧 以上就是本期老泡亭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泡亭 每天都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